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在漲工錢 如果是半支或是任之音 我们是涨一斤涨40块 一样在夏营即将调涨 鹅肉价格的还有这间店 业者说生鹅变贵了 调味用的像是中药材和酒 让店内的招牌熏茶 而罪鹅有不同程度的价格调整 罪鹅的调涨幅度比较高 因为它不只只有中药料 它还有朽 想吃的时候来偶尔吃一下 还不错 30块 应该还可以接受 算西平址算高 鹅肉的价格调涨30元 消费者觉得还可以接受 但是按照比例来说 罪额从380元变成450元 价幅接近20% 而薰茶额方面涨了大约10% 想要吃美食 怎样可以雇荷包 点餐之前消费者可以多做比较 三立新闻王少宇 朱宇荣 台南报导 优优出